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日的井仔娛樂新聞 今天是11月19日 有三宗娛樂新聞和大家分享 訊息量頗大 第一宗是關於郭富城 他近日一家人聚餐時被偷拍 郭富城做了所有男人都應該做的事 是應該做的事不是所有男人都會犯的錯 郭富城面對著偷拍者時 霸氣護著妻女 叫攝影人士走開諸如此類 之後那個偷影人的人 將郭富城的表現態度放上網 似乎是希望利用群眾的力量 去口珠不伐郭富城 並且不斷嘲笑郭富城說 原來他真人好矮的 他真人矮到爆 令我好失望 但是往往想利用網絡勢力 去攻擊他人的人 最終都是被人反誓 有很多網民都站在郭富城那邊 去指罵偷拍人和笑人矮的人 詳情稍後跟大家看看 第二宗新聞是關於王力雲 即是一個猴子極度支持他出去偷吃的藝人 王力雲基本上都離開了娛樂圈接近一年 現在就有最新消息 就是王力雲似乎準備復出 之前在網上搜不到他的影片 現在在國內重見天日 究竟王力雲最後會在什麼節目上 進行他的首度復出 稍後跟大家看看 第三宗新聞 就是關於大家都耳熟能長的明星 一個就是宣耳威 一個就是陳浩文 他們兩個就拍小紅書的時候 為了拿流量 為了博出位 就拿鮑魚刷去刷牙 而且還要刷到極度痛苦 眼睛燈到超級大的那種 為了錢就放棄了尊嚴和人格 有很多內地網民都看不過眼 就是求他們兩個就不要做得那麼肉酸 希望他們最起碼就算不顧著自己也好 都顧著一下屬於香港藝人的形象 亦都說他們為了錢就敗壞了形象 總之今天的娛樂新聞都挺豐富 大家在節目開始之前 就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或者素描隔離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以及訂閱了都記得按隔離的鐘仔 去抵抗YouTube的打壓 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 郭富城和太太方緩結婚以來 一直恩愛 兩個人亦有兩個寶貝女 一家四口幸福美滿 郭富城每次訪問談及到家人 都滿念幸福 善殺旁人 日前有網民在一間餐廳 偶遇到郭富城的一家人 同行的還有方緩的父母 一家六口也顯得相當溫馨 這個網民就在社交媒體 post了一系列的照片 但留言似乎就好沒禮貌 他的留言就說 哎呀見到本人好失望啊 好矮啊 好矮的那種 另外也讚賞方緩就說 哇方緩真是好瘦啊 好小粒啊 生了兩個身材都仍是這麼好的 哇無敵啦 相中所見 郭富城就和家人 在餐廳那裡包房吃飯 當準備離開的時候 網民就突然衝上前去拍攝 這個舉動似乎就激怒了郭富城 見到他將方緩和女兒擋在身後 即是叫妻女走我後面走我後面 然後自己就站在前面 用手指指著拍攝者 似乎警告對方 最後郭富城就護著小女兒離開 至於方緩拖著大女兒就緊隨其後 方緩也有望了一眼拍攝者 雖然他是戴著口罩 但都見到他是眼大大十分之可愛 這個網民除了偷拍別人一家六口用餐 之後還不斷用個矮字形容郭富城 事件曝光之後就惹來了網民的熱意 有不少網民就覺得 拍攝者是因為不滿意被郭富城拒絕 所以就作出一些人身攻擊的行為去報復對方 眾多網民都站在郭富城那邊 紛紛留言指責這個拍攝者太過分了 就說你走去笑人矮 你自己有哪一方面給得上人 尊重人家就等於尊重自己 偷拍還要人身攻擊其他人的話 就因著人家去告你 事實上其實郭富城和方緩 一向都好保護自己的兩個女女 從來都不會公開寶貝女的正面照 當日就估計 他是不想女女的私隱被公開 所以才這麼生氣指向這個拍攝者 幸好雙方就沒有發生進一步的衝突 其實人家是藝人 還要是天王巨星級的藝人 其實就好注重私隱 即是如果你說他是接近活動 他是收錢出一些工商活動的時候 他無緣無故發脾氣 當然是他不對 但人家一家大小吃飯 外父外母都在的時候 好心你就別去騷擾人 還有這些人 九成九就是 未問過那個明星之前 手機已經開拍攝錄影模式 有理沒理就先把鏡頭放進去 如果你稍為有禮貌一點 敲門進去問郭富城 可不可以跟你拍張照 只拍你或者你和方緩的話 郭富城都未必會這樣 這麼惡手指指拒 可能就說 不要了 我和家人吃飯 不想拍照再見 再不是的 可能你態度好些 別人願意跟你拍都不頂 但有理沒理 就把鏡頭放進去 別人最擔心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就在自己的旁邊 當然就不希望自己的小女兒 被人起底 因為他一旦貼了出來之後 到其時全部的娛樂新聞 就不斷在找他的女兒 究竟叫什麼名字 什麼樣子 會不會在其他小朋友的合照出現過 然後所有東西都找出來的話 郭富城和他太太 一直以來 這麼用心 去保護自己兩個女兒的努力 就前功盡廢 幸好郭富城 有明星身份 如果不是 例如說 他是那些公司老闆 神祖找人打了那個人很久 這個世界 總會有很多 追蟲 寄生蟲 就覺得 這個世界 哪怕是天王巨星 都一定要免費去服侍自己 但凡自己要求合照 就一定要有求必應 但凡他不免費服務我 我就上網唱他 就說 這個明星對著我黑面 他是雙面人 大家不要相信他 他很賤 甚至乎這個人 毫不掩飾自己的憎恨和妒忌 不斷在笑郭富城矮 其實就算郭富城不矮 我當郭富城好像姚名那麼高 對於這些黑粉 總會有千上萬個理由 去攻擊郭富城 例如說 攻擊不到郭富城 就攻擊他太太 他以前太太參加過什麼 培訓班 以前有什麼經歷 就拿去攻擊別人 但我自己覺得 人家明星收了工的話 真的沒有義務百分百 就要去服侍人 因為每個人 其實都有屬於他放鬆的時候 還有郭富城 他不是那些二十歲三十歲 現在準備出來撈的新世代 即是你說 他現在是當打之年 他二十六歲 二十七歲 三十五歲 當然公關門面的事情 就需要做得更足 甚至乎是要犧牲自己的 閒餘時間休息時間 去服侍所有 不管是否屬於他粉絲的人 但郭富城這些 上了神桌的話 他有他的脾氣是合理的 甚至乎郭富城遇到這些狀況 他用廣東話粗口 或者普通話粗口 鬧完一大輪也好 我相信就算相關的片段 被人放在網上也好 只會對郭富城的形象 是有真無減 因為他是保護太太 保護自己的小女 以及保護自己的外父外母 還有特別是天皇巨星 又或者不要針對天皇巨星 你事業有成的 不是說一般中產 是真的說 閒閒地都拿幾個億出來做生意 那類成功人士 他們真的會很保護自己的小朋友 例如說 特別明星 會將自己的小朋友 送去一些西方的地方 去接受教育 不是說西方教育 一定比香港 比中國好 是希望將他 遠離一個華人 是非之地 關於這種形式 去將小朋友 送去外國讀書 我自己不反感 因為 離開是非之地 其實絕對是有好處的 但說起這件事 大家反過來想 真真正正的明星 希望子女低調 但往往 有些恩星 那些不太出名的明星 往往當他們有小朋友 就很想 扶貧子貴 母貧女貴 推全自己的子女出來做明星 坊間也有不少例子 之前有一個 還走去笑自己的女兒 像是劉恩那個 我都忘了她叫什麼名字 總之 哪些是恩星 哪些是明星 看看他們怎樣對自己 下一代 你就可以了解得到 畢竟 你推小朋友出來做明星的話 競爭市場 就沒有成年人市場那麼激烈 還有 絕大多數的小朋友 都是得意可愛的 即是你說他16歲之後 18歲 20歲之後 樣子生成怎樣就沒有 但是 小朋友的大多數 都可以用可愛 有特色 可以蓋過一些看到的缺點 還有 即是那些 推自己小朋友出來做的人 他們本身都是明星 即是恩星 他們本身都會懂得 玩Facebook 懂得一些公交 即是公關 一些網絡技巧 懂得找PR 懂得去找廣告給自己的小朋友 不過這些 推小朋友出來 又不可以說全部都是衰的 有好有不好 即是 不好的地方 就是 可能如果他比較害羞 他真的不想去接觸的話 會影響到他成長背景 同輩之間 可能又會有很多的閒言閒語出來 至於你說好那邊的話 就可以去培育到小朋友的表現能力 自信心 那些 就算將來讀書不厲害 但是 當你比起同年齡人更優秀的自信的話 將來你願意去做些什麼都好 都會更加順利 另外一個很實際的好處就是 賺到錢 你有錢總好過沒有錢 甚至有些同星做得比較出色 即是都未讀完書的時候 可能已經賺了一輩子要用的錢 到其時之後 你想做廢青躺平也好 還是想做些沒什麼大志的工也好 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你有錢 你就自己可以作主 但是真正的天王巨星 成功人士 甚至幾個億上落的人 就不需要去想這些縮骨數 因為三四百萬一個數 可能隨時就是郭富城出一次活動的價錢 既然自己都可以賺到十代人都賺不到的錢 就無需要故意推自己的子女出來去做 即是除非自己子女有這方面的興趣和才華 就另計 總之 郭富城就真是好男人 這樣去護住自己妻女 非常非常好 第二單新聞 金曲歌王王力雲 在去年遭到她的前妻李靜雷 以毀滅式的長文 大爆了多汗渣男行徑之後 她經營多年的優質形象 一夜之間崩潰 演藝事業也隨之停牌 她過往很多影視和音樂作品 也遭受很多內地各大平台下架 最後更向外界宣布暫時退出娛樂圈 直言要留更多時間陪伴父母和孩子 正在與李靜雷對保公堂的她 近日有傳說她準備全面復出 打頭炮的是內地一檔的音樂節目 叫做天賜的聲音4 頓時掀起了不少話題 過去內地對於一些劣跡藝人的做法 就是全面封殺她的作品 令到大家找不到她的作品 就像之前趙薇、橫豬格格那些 不過趙薇就是壞其他東西 就不是王力雲那種 但王力雲就不在封殺行動當中 她的官方微博、個人微博 都是在運作當中 還有一些過去的作品也恢復了上架 所以有不少網民猜測 全面復出的機會性都頗大 面對著她復出的傳聞 有不少網民都表明支持 因為覺得她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音樂才子 亦都說華語的樂壇 是需要她這種頂級的音樂人 我自己分享一下我意見 其實王力雲在音樂才華方面 是絕對無得頂的 自從去年發生這件事之後 我上youtube 因為youtube還未打壓她的作品 找到一些她的音樂片段 特別是一些live show 即是現場表演的時候 就更加見到一個人 是不是有真材實料 看完之後 在音樂才華方面都很震驚 另外一方面 見到她這麼情深去唱情歌的時候 都覺得很諷刺 但單論音樂才華來說 我相信她是台灣第一人都不為過 但她的私生活大家都記得 什麼一回事 還要爆到這麼大的輿論炸彈 然後先後 李靖雷說一次 然後她又出來說一次 然後又被人捉穿個謊 然後又說謊 甚至乎自己爸爸又說謊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給錢 香港那隻猴子去幫她洗白 因為當時猴子的洗白行動 我沒有記錯 好像都有二三十萬香港人看 相當誇張的一個數 那時候就罵到火紅火綠 然後我記得隔了一兩個月 就說開始對補公堂 直至到現在 官司都應該過了十個月左右 究竟打成怎樣 偶爾就會有些周邊皮毛的消息 但直至到現在 其實都還沒有什麼成果 例如說 究竟王力雲是否需要賠上所有身家 還是賠一半身家 還是李靖雷才是謊 李靖雷才要賠很多錢出來 還有究竟 小朋友的真正撫養權是屬於誰 所有事暫時都沒有結果 所以就沒有花生食 至於為什麼好像王力雲這些劣質藝人 可以解封呢 我個人估計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王力雲當時所發生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在台灣省那邊 還有李靖雷也是一個台灣省的人 整件事發生在台灣省的話 封殺力度沒有那麼大 但如果反過來 王力雲是中國人 即是他在中國入面發生這件事 再加上李靖雷也是在中國內地境內發生這件事的話 我相信封殺力度會更加厲害 不過我都不需要理會這麼多 似乎復出成為了一個事實 相信這個復出是一個試水溫的表現 如果他可以繼續用自己的實力去說服大眾的話 就繼續留在這個圈子裡存活 但也一定會有大影響 但如果王力雲今次的復出是引來很多內地的網民 或者叫做黑粉去說口珠不伐 甚至乎說不看這個節目 Dislike這個節目 誰在這個節目賣廣告 以後杯葛不用他的東西的話 我相信可能王力雲只出完一集之後 之後所有的氣氛劇情都會被人咳走 至於王力雲能不能夠把握到這次的機會 第一要看他有沒有真材實料 這方面我不擔心 第二要看天時地理人和 究竟他自己會不會去請定水軍 就是說 哎呀王力雲好波 支持王力雲 王力雲好勁 然後就令到自己能夠繼續在這個娛樂圈上生存 而且他也要去想一下 當他復出的時候 李靜雷又會不會來一波新的雷神之取呢 那來的時候要怎樣去應對呢 而且當他真的去復出上節目的時候 一定會有很多傳媒 可能隔著國海都要打電話給他 問他就是說 力雲你對以前的事情怎樣看 甚至乎會問一些很刁難 你回答又死不回答又死的問題 究竟王力雲對於未來將會去問自己的問題 做好了應對沒有呢 因為這些應對這些公關形象 才是拿分的高潮位 如果不懂應對的 一日到刻就只說 一日到刻就說 嚴正聲明 抹黑我 我要出律師信告你 又或者就只說 現在就是入了法律階段 本人就不方便回應 這些那麼低的回應手法呢 注定了將來就算復出到 條路都不好走的 但如果你想到一些很正的回應方法 是顯示得到大家大方的 又或者呢 原來證實到李靖雷是大話精的話 那你自己便可以贏一著 便可以盡可能地去修復室地 但是王力雲之前在公關戰 一年前都跟大家分享過 輸到一腹一腹的狀況之下 除非他請到一些又中心又高手段 即是高力量的公關人士 如果不是都很難走得出這個困境 去到2023年的時候就看看王力雲 是否真的可以在這個節目上出現 到期時可能官司又會有他的答案 然後出完這集節目的時候 王力雲的下場都可以知道 到期時再跟大家去研究一下 去到第三單的娛樂新聞 49歲的藝人孫耀威近年長期長住內地發展 她的事業發展得不錯 試過和好兄弟陳浩文 一起直播大貨 她抱著陳浩文拍片 上載去到小紅書 當中見到她是用牙刷去刷牙 想不到陳浩文也是跟著一起刷 還要用清潔磚用的刷 大家都知道 你不是用來刷牙的那些 即是用來刷屎坑或其他地方刷 一定是相當硬 你不要說放在口裡放在牙裡 我用來刷兩刷都可能會脫皮流血 結果陳浩文和孫耀威大家互相鬥刷 拿那些大家認為最髒的清潔刷 把一段下方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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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可以清晰見到 有半個刷頭被孫耀威陷在口中 他整個過程上對眼睛回頭快趴出來 看似非常痛苦 相當誇張 孫耀威在帖文中寫 攀比人生,然後說兄弟雙煎何太急呢? 影片一出來後,震驚了一大群內地網民 紛紛表示,不用玩得那麼盡 亦都說,你這些好變態,好低級趣味 亦都說,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自己就這樣覺得,有時候 免得別人比,假就自己丟 如果你是為了拍一套電影,然後電影的角色 要你去做這些行為,大家就會欣賞你 這些就叫做經驗咬業,這些就叫做為藝術而犧牲 但是同一個行為,你轉去抖音小紅書那些 去幫自己直播大貨的話,這些就叫做出賣尊嚴 我明白錢有多麼重要 但是有時候這些行為做得很肉酸 可能因為內地的藝人競爭市場大 14億人的話當然市場大 但是14億人有的明星,跟香港就完全不同 所以如果你不去做這些那麼噁心 那麼噁心,那麼出賣人格尊嚴的行為 可能都沒有人記得你是誰 明明陳浩文二十年前,還是十幾年前的風神榜 拿渣仔那些 其實大家都很記得他 但是當回到內地的時候,就完全是第二個樣子 就算陳浩文他之前是多麼愛國愛港都好 但是正正就是說,你很強調自己愛國愛港愛黨的時候 就不要做這些那麼低莊的行為 沒錯,藝人是需要為人帶來歡樂的 但是為人帶來歡樂都有很多種 例如說冷笑話、Closplay 一些才藝表演、一些戲劇、電影 那些為人帶來歡笑的 除了恥笑之外,還有很多的笑 例如說是發自內心的笑 或者是欣賞的微笑 不然每次都會說 嘻嘻,看看這隻猴子嘻嘻嘻嘻 那類的恥笑 還有陳浩文宣耀威這些 你最多就是玩一兩次 我讓你玩一兩次爆紅之後 但這些招式不能長期玩 你長期玩的話,大家都知道 浪內了,又來靠這些低俗東西的話 遲早流量就會跌到仆值 除非他們倆是想著金盤洗手 玩完這段時間 以後就不玩 退休的話 可以有這麼低,玩到有這麼低 但很明顯 陳浩文他們這班人 說大不大,說小不小 四十幾五十歲 當然希望自己可以玩到六十五歲 甚至乎可以像胡鋒那樣 玩到九十歲才退下來 那麼快人到中年 就已經去玩那差招的時候 他們怎樣捱得到下一個二十年呢 還有內地的直播間 有很多人看的 你藝人做一兩次這些行為 可以的,但你長期做的話 就算觀眾未放棄你 可能直播平台都會選擇放棄你 因為有時候內地的平台 例如我會看別人打機的虎牙平台 以前叫熊貓直播 還有鬥魚還有很多那些平台 其實都會有管理員 你做的事情太低賤 又或者是你太過賣弄性感 可能我無緣無故脫了衣服的話 突然之間就會立即停我直播 他們如果再這樣玩的話 遲早被人停 甚至乎連直播間都被人封閉的話 對於廣告商來說 哈哈,陳浩文你就毀約了 你沒辦法在預定時間推銷我批貨 令到我批貨賣出去的話 你隨時要賠錢給別人 還有這些低俗的行為 即是說你拿鮑魚刷去刷牙的話 這其實是沒有難度的 不需要你接受過什麼訓練 微表情 又或者四書五經 或者你要身體很強壯 手腳很靈活 沒有,誰人都做到 你做到我做到 你會不會去做 還有你會不會公開被人見到自己去做 這些行為很容易會影響到下一代 特別是在內地看小紅書的下一代 如果他們又想學人做明星 但他們暫時未有些才華被發掘 又或者不是特別美女 那可以怎樣做 學陳浩文 原來他這樣拆就有人打上 有人給火箭他 那我跟著他這樣做 那些人給錢我 我就很威威 但這樣就學壞了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好像這些已經敗壞了的風氣 其實是應該要打壓的 即是如果他們再去做這些行為 直接封殺這些藝人 一兩個月就對 不用想太多 因為這些實在太丟架了 為了錢出賣尊嚴 我相信是現在中國演藝圈娛樂圈上面 是不能被容忍的行為 還有 現在處於一個新冠時代 大家就很注重健康 很注重衛生 就算你的鮑魚測試 先經過消毒也好 但在形象上 大家都覺得是髒的 不應該和食 和放進口裡有關的東西 你放進口裡的話 這些都應該要注定封殺 總之烏尼媽叉 有很多藝人 看她的時候 就覺得她很正直 但原來過多幾年之後再看回 哈哈 原來這麼多圖色醜聞 原來為了錢 什麼都做到 真是相當令人失望 好了 今集的娛樂新聞 來到這裡 我們明早再見 希望大家留言 給我多點意見 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 到時多點看我的影片 再不是的 有空的開著我的影片播一下 不用認真聽也好 即是播一下我 好了 那真是來到這裡 明天見 拜拜